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向别的频道 那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都是在小主机里面 安装爱快做主路由 安装OpenWRT做旁路由 然后呢再安装一些其他的系统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 我没有旁路由的需求 我只想安装一个OpenWRT作为主路由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安装一些其他系统 这样呢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呢就有了咱们今天的这期分享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使用我手上的这台 N5105小主机来给大家分享 那本期视频呢同样也非常的详细 大家如果详细观看的话 一定可以学的会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 安装OpenWRT作为主路由来使用 那OpenWRT呢 由于它固件的格式问题 我们需要先转换一下 那这里呢是OpenWRT的固件啊 然后呢我们使用这个工具 双击它 打开啊下一步 选择OpenWRT啊 选择OpenWRT固件 然后呢点击下一步 选择第三个ESX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下一步 好点击Finish 这样呢打开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这里多了两个VMDK文件啊 那我们要使用这两个文件 现在呢我们来打开虚拟机啊 来创建一个OpenWRT 好下一页 OK那这里呢名称呢 我们就命名为OP 好可以的 然后呢这个系统选择Linux 然后系统操作版本啊 大家跟我选择一样就可以了 选择这个啊 然后呢点击下一页 下一页 好 那因为OpenWRT是作为主路由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需要来配置一下 首先呢 CPU呢 我们可以给它两个啊 然后里面的插槽给两个 OK 然后内存呢 我们可以给个2GB啊 因为我是16GB的这个内存 还是比较充足的 然后呢点开这个三角号啊 下面预留呢 也是给个2GB啊 好 这样就可以 那这个硬盘呢 可以给它先删掉 然后这个删掉 然后这个CD启动器可以删掉 嗯 基本上就五流这些啊 因为我们是把OpenWRT做主路由嘛 所以我们再把直通的网卡给它添加进来 点击这个添加其他设备 然后选择PCI设备三次啊 因为我们有三个直通的网卡 一 二 三 好 大家看一下三个网卡 我们都添加进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添加硬盘 点击现有硬盘 OK 这里呢 我们点击这个创建目录啊 这里呢 我们同样的给它命名为OP 然后呢 创建目录 好 点击OP 然后点击上载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转换的两个VMDK的文件 我们把它依次上传 首先选择第一个 好 第一个呢 它是没反应的 但是已经上传了 然后呢 我们再点上载 点击第二个 当你把两个都选择上载了以后 大家看一下 右边这里呢 就有这个文件在上传的这个进度条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等一下 等它上传 好 上传好以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固件啊 选择它 然后呢 点击右下角的这个选择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下一页啊 点击下一页 然后呢 点击完成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OpenWRT的主路由就创建好了 我们点击它 然后呢 我们 点击这里来打开 好 打开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 根据个人不同的固件啊 这里可能显示不一样 那我刷的这个固件呢 它这里显示一行这个英文以后呢 敲回车啊 我们把这个鼠标在黑色区域点一下 敲回车 大家看一下啊 当出现这个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OpenWRT是已经正常的启动了 那启动了以后呢 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设置了 那如果说你刷的OpenWRT固件不是我这个固件 可能是其他固件的话啊 你可以在这里多敲几下回车啊 当它不跑代码 然后出现了这个OpenWRT的这些标识以后啊 也说明它启动成功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修改一下 因为它是用来做主路由的 而且呢 作者的这个IP和我自己平时使用的IP不在一个网段 我要修改一下它 我们在这里呢 输入VI空格ETC 斜杠 CUNFIG 然后斜杠 NETWRT啊 输入这一行以后 我们敲回车 好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修改一下LAN口啊 大家看一下 我使用键盘上面的这个向下键和上下左右啊 来调整这个光标 那首先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LAN口啊 首先看光标我在LAN下面 这是LAN口 然后呢 我们把光标放到这里 大家看一下 现在默认的LAN口是ETH0 没有问题吧 大家看得到吧 然后呢 我把这个光标放到这个ETH0后面的这个引号下面 然后呢 我按键盘上面的字母I键 进入输入模式 OK 按了以后呢 我们敲一下回车 然后呢 我们再输入ETH1 再敲一下空格 OK 我们再输入ETH2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把ETH0 ETH1和ETH2 都给它作为LAN口来使用了啊 OK 然后呢 下面就是我们的LAN口地址 它作者默认的是5.1 我要给它改成我自己想要用的地址 那同样的 我把这个光标放到这个引号下面 然后把5.1删掉 然后呢 我输入31.1啊 这个就是我OpenWRT作为主路由的这个地址 啊 这里就设置好了 然后呢 继续把光标移下来 移到WAN口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WAN了啊 然后呢 我们再下来到这个 我们把这个ETH1啊 它这里默认的是ETH1 我们再改一下 首先呢 我们把光标也放到这个引号下面 然后删除 我们把这里改成ETH3 好 这里就可以了 那下面这里还有一个1.6啊 我们再改一下它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光标放到这个ETH1的后面 的引号后面 我们把1给它删掉 啊 给它改成3 像ETH3 OK 那大家再看一下我改的这些啊 应该还是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的 然后现在呢 我们按键盘上面的ESC键 然后输入冒号 WQ啊 输入冒号WQ 大家看一下左下角冒号WQ 输入以后呢 我们敲回车键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修改成功了 修改成功以后呢 我们输入reboot 啊 REBOOT 然后回车 给它重启一下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耐心等待一下它的重启 好 那当出现这一行英文以后呢 我们敲回车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OpenWRT 就启动成功了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否能够正常进入后台 我们在这里输入192.168.31.1 这个就是我们OpenWRT主路由的地址 好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已经进入到OpenWRT的后台了 那同样的 我刷的这个固件是没有密码的 我们点击登录啊 OK 现在呢 我们的主路由就设置成功了 那既然作为主路由呢 我们就要用它来拨号上网 或者说用它来连接进行上网 首先呢 告诉大家怎么设置啊 点击这个网络这里 然后点击接口 OK 那你要拨号上网的话 在万口这里啊 点击这个修改 大家看一下 它默认的是DHCP客户端 如果说你家里是光猫拨号的话 那你就不用管了 这里你就不用修改 你直接把光猫扯过来的那根线 给它插到万口 也就是ETH3上面 大家看一下 是ETH3啊 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是桥接以后啊 用这个主路由OpenWT来拨号上网的话 你把这里改成这个PPPoE 然后点击切换协议 然后这里输入你的宽带账号 密码啊 收完以后 然后点击保存啊 那这个呢 就可以用这个主路由OpenWT来拨号上网了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那还有就是接口这里 烂口啊 大家再看一下 好 那在烂口这里呢 我们还要添加这个DNS啊 首先呢 这里我们自行添加 你可以用你本地的运营商的DNS 或者说呢 你可以参考我的 也可以啊 这里呢 我们点击加号 再给它添加一个 好 那添加这些DNS就可以了啊 其他的话 我们就不用动 然后呢 点击保存就OK了 呃 物理设置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是ETH0 ETH1 ETH2 啊 这三个都是我们设置好默认的烂口 OK 啊 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 那基本上这个主路由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啊 就给它说到这里 如果说你想用OpenWRT作为主路由的话 基本上这么设置就OK了 然后我们的OpenWRT啊 安装好了以后呢 同样的 我们还要给它在设置最后 就是给它设置自动启动 我们点击管理 然后呢 点击自动启动 点击这个编辑设置 然后呢 这里选择是 这个延迟呢 可以给它设置成啊 比如说8秒啊 下面也设置成8秒 然后呢 点击保存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OpenWRT 选择启用 那这样设置的好处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机器啊 断电了 或者说自动重启了 或者说虚拟机你折腾了以后 重新引导了 自动重启了以后呢 我们的OpenWRT也会跟着重启的 我们用起来呢 也比较方便啊 包括我们后面装的这些 系统 我们都需要这么去设置的 好 那我们的OpenWRT呢 现在就已经设置好了 而且作为主流游呢 也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 你后续还想给OpenWRT 安装更多的插件 或者说你可能 想在里面折腾一下 你觉得它的空间不够 那我们呢 也可以给它再添加 或者说给它再修改一下 它的这个存储空间 那首先呢 我们点击OpenWRT啊 然后呢 先把它关机了 把它关机了 它这个关机呢 要稍等一会儿 好 那关机以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操作啊 然后呢 点击这个编辑设置 OK 那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硬盘 我们可以给它修改一下 它原来呢 只是我们直接把它的 这个镜像添加进来了 这里呢 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想给这个OpenWRT 设置一个10GB的存储空间 当然了 具体多少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这里呢 我们选择成GB 然后呢 打开它 我们现在硬盘呢 只有101.6GB的空间 那我现在呢 可以在这里啊 把它这个删掉 我给它分配成一个10GB的空间 啊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点击保存 OK 然后呢 我们再打开电源 好 那现在呢 OpenWRT也是可以成功运行的 并且呢 它已经有了10GB的存储空间了啊 这个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使用来修改 Later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再插播一下 就是 如果说你用的跟我一样的固件啊 并且呢 你需要用这个固件来拨号上网 如果说你拨号上网以后呢 发现网络断断续续的 或者说呢 直接拨号上网不成功 啊 你可以尝试把这里原先 它是有一个接口叫做万六 你可以把它直接删除掉啊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删除掉了 所以这里呢 只剩一个万口了 并且呢 我现在已经用这个万口拨号上网成功了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 没有问题 好 当然了 如果说你在没有删除万六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你用这个万口拨号上网已经成功了 并且很稳定的话 那你就不用理会这里了啊 就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这里呢 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分享了 那如果说你的机器的配置足够的高的话 你还可以安装更多的系统在上面玩 那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